跟老人家互动 就是很考验你的情商 我现在服务有一个阿嬷 她以前是游泳健将 所以她的手跟脚 非常的有力气 然后她又失智 所以我如果跟她想说 阿嬷我们要去洗澡了 她就会开始要K我 然后我还要把她整个人抱到浴室 因为她我这个月买了护腰 因为我怕我的腰受伤 有真的被打到吗 有真的会打到 但像我的话我都会说 阿嬷没关系你打我没关系 因为我还是要帮你把身体清洁干净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聊天室 长照路遥谁给力 我是主持人何玉 国发会预估2025年 台湾就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每五个人就有一位是老年人口 许多长辈因为年纪大了 身体逐渐衰弱 生活功能退化需要协助 这时候居服员就成了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到底居服员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与康护又有哪些不同呢 大家好我是宏师之位的理事 然后我也是我是吴孟宁 那我们知道居服员呢 他其实在服务内容上面 应该是蛮多元化的嘛 那我们需要学习到哪一些内容呢 他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 简单说应该叫做身心灵社会 都必须要学习 那再来就是包括心灵上啊 比如说安宁 那他也要学习 如果当一个个案 他要到临终的时候 他不能逃避啊 所以他要面对他 那另外是失智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相关法律的指示 我们也非常重视 只是因为他们的学习的时间 其实很短 他们才14天的学习 所以居服员的训练 其实是学习还是很辛苦的 没错 居服员真的相当辛苦 我们也实际访问到一位居服员 念的虽然是新闻相关科系 但因为长期关注长照议题 让年仅25岁的他 决定从记者转做居服员 一般人对照服员的刻板印象 就是看护这样 可能会把我们跟外籍看护 联想在一起 一般看护他们做24小时 然后有五成的时间 是在帮这个案主 就是照顾他换尿布 然后喂他吃饭 帮他抹药 帮他洗澡之类的 然后其他时间就陪伴 带他出去散步 可是像照服员或是居服员的话 我们是依照项目去做服务的 我们一去就是帮他洗澡 洗完澡吃 那喂饭 然后喂完之后 我们就离开这样子 他如果申请这两个项目 我们就是做这五成的工作 做完我们就走 纪元说很多人经常把居服员 和看护联想在一起 但其实工作的内容时间薪水算法都不尽相同 居家的居服员除了日常照顾外 常见的项目有协助量测血压等生理素质 并协助喂饭 洗澡以及陪同外出就医 日间照顾中心社区据点的社区照顾服务员 常见的项目则是多了活动课程设计及个案安全维护 若是医院内的看护 则需要24小时陪伴在服务对象身边 协助进行医院检查治疗 给予及时的照顾协助 那因为很多人应该会好奇说 居服员的薪水真的很高吗 我只能说居服员它就是 你有做就有钱 没做就没钱 那每一件公司的算法不一样 像我的公司的算法叫拆账制 拆账制就是依照服务项目去算 因为像我从入行以来 我有领过一个月一万六 但我也有领过一个月五万 一天的工作时数差不多八到九个小时 我讲了这九个小时 里面可能就只有五个钟头在工作 可是为什么我讲九个小时 因为我这五个个案 它们中间可能差了半小时或一小时 中间有空档 可是这个时间不足以让我回家休息 我只能在外面超伤 或是在路边 就是喝个水吃个饭 就是在路边塞个预饭团 然后我就要接着下一个case 我们在成为正式的居服员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去上长照的训练班 不管你有什么护理师的背景 或是老服系毕业什么 你一定要经过这个长照训练班 花一万多块去上课 然后拿到这个证书之后才可以开始服务 真的对长照很有兴趣的话 你除了拿到证书跟长照小卡之外 你还可以再去考一个叫单一级证照 长照训练班的话 其实就是理论跟实物各一半 理论的话呢 就是跟我们讲一些照顾人的伦理这样子 当然除了专业伦理等学术课程 如何插笔位管 使用辅具也是居服员重要的课程项目之一 一次不可以灌太多嘛 居服员照顾失能的人或长辈 最常遇见的切身问题 就是清理大小便 因为每个人体型不同 各种失能状况不同 遇见失智的人更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信金的居服员来说 真的会是卡关的项目之一吗 其实我觉得啦就是 你照顾小baby 你也是要帮他清理便便跟尿尿 你养一只猫或是狗 你也是要帮他清理排泄物 所以我觉得老人家 跟这些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都会跟阿公阿嬷讲说 你们放轻松我会用 你就放轻松躺着 我帮你清干净这样子 卡关的地方嘛 颁抱技巧 因为其实我的身材比较娇小一点 那我现在服务有一个阿嬷 她以前是游泳健将 所以她的手跟脚 非常的有力气 然后她又失智 所以我如果跟她讲说 阿嬷我们要去洗澡了 她就会开始要K我 要洗这个阿嬷一次 我们就要出动外劳跟居服员 两个人一起帮一个人洗澡这样子 然后我还要把她整个人抱到浴室 那她又很重 所以我是因为她 我这个月买了护腰 因为我怕我的腰受伤 有真的被打到吗 有真的会打到 但像我的话我都会说 阿嬷没关系 你打我没关系 因为我还是要帮你把身体清洁干净 抱要怎么抱 像我的话我都是 有点像握排球这个姿势 然后抱住她的人之后 这个地方就是 靠着她的围敌骨 然后把她抱起来 居服员在服务案组时 不免会遭遇到情绪勒索 又需要顾及长辈心情 因此担任居服员 不仅需要细心及耐心 有好的沟通技巧也是相当重要 比如说我今天服务一个案家 然后我的服务时段 每天都是1.5个小时 可是服务了大概 超过三个月之后 那有一天呢 她可能打电话给我说 你可不可以顺便帮我 买个什么东西 到我家这样子 顺便帮我倒个垃圾 洗完澡顺便帮我洗个衣服 这样的话其实不行的 可是我相信很多居服员 大部分居服员都会因为 人情压力说 好啦一次两次没关系 久了时间久了 就会变成说 你今天怎么没有帮我倒垃圾 然后就会变成纠纷 这样子 你知道这种类型的事情的话 你们会教居服员怎么样处理呢 我就跟居服员说 我们不可以马上就说 没有这个项目 我不可以提供这个服务 当然不能这样说 因为沟通其实是很难 建立这个关系也不容易 所以呢我会跟他们讲说 你可以跟他讲 我还有20分钟要煮这个午餐 那午餐呢我要煮几道菜 如果我能够煮得完 我可以帮你 可是如果煮不完 我还是以你这个项目比较重要 那我同时也会告诉我们的督导员 就是暗示他说 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你我的关系 而是要告诉我们的督导员 那接着我就会告诉督导员这件事 那督导员会去跟这个案家做一个处理 如果他们真的需要再增加这项服务的话 那我们当然有把它列入我们的服务项目 可以列入服务项目就对了 对那如果不适合我们的督导员 也会告诉对方 就是说这个是不在这个范围内 而局辅员遇到的个案白白重 有的失智有的伸脏 有的甚至是患有失觉失调症 到底该如何与他们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呢 比如说像伸脏者好了 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就比如说有脚 但是脚是萎缩的没有办法走 所以他们会比较没自信 那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 我就要当他的心灵支柱 我们居服务员要上两个很重要的课程 就是身脏跟失智 这两个是必修的课程 如果说像碰到就是失智的患者的话 他们通常也都伴随着就是精神功能的障碍 思觉失调这些 那当我听到阿嬷跟我讲说 某个角落占了什么人 但是我看明明就没有 我不能否定他 我也不要肯定他 我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比如说啊 我快点 我们来吃饭 这样子 我们来吃饭 这样子 那我有一个学姐 她说她有一次到那个 有一个阿公家去服务 学姐在厨房那边做菜 结果这个阿公她就夺门而出 就跑出去 跑到大街上 就是乱慌 被警察抓到 才被带回来 那时候学姐 她后面的case也都不用结了 她就是那个时段 就是一直在找那个阿公这样子 我们上试制课的时候 老师也有就是提醒我们 如果你服务的case 比较多试制的话 你可以身上带个铃铛 用铃铛圈在这个老人家身上 这样子 所以她铃铃铃铃铃铃 如果出去 啊你刚才把她带回来 跟老人家互动 就是很考验你的情商 因为老人家她会揍你啊 但是她又不是故意的 她感受到你对她的用心 她就会稍微 稍微配合一点 因为很多老人家 她不喜欢吃饭 那我们一边喂饭的时候 一边跟她聊天 可是如果你都没有跟她讲话的话 说吃饭吃饭吃饭 那她就是不想吃啊 那不想吃那怎么办 那我跟她聊天聊一聊 哦那个什么什么怎样 哦来来吃一口 然后她就比较愿意吃 特别要问一下老师啊 因为我们常常 就是老人家白白种嘛 有可能遇到失智的啊 有可能遇到 就是讲话没有那么流利的 那我们在建立关系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居住友 我们是专业人员 我们呢 记得不要随便 随便这样子装手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 非常重要的技巧 就是陪伴 陪伴即使都没讲话 你就陪在她身边 可是你不能滑手机啊 你就是陪在她身边 告诉她 我就在你身边陪你 她没有跟你讲话 也没关系 大概三次 她就会开始发现 这个人有关心我 慢慢心境 对对对对 我们会讲这些相关的小小技巧 虽然居服员的工作相当辛苦 但纪元也和我们分享服务时的 暖心故事 她所长照有个项目叫富能 透过居服员的长期努力 不仅能让长辈有身体 及心理上的进步 也能让你获得满满成就感 还有一个阿公 他是 他是失智 他之前得过脑瘤 那我记得我一开始服务他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不太会说话 他的认知功能有障碍 他讲话会跳来跳去的 然后会叫错你的名字 然后或是会去拿没有剥皮的香蕉药来吃 这样子这种 但是我服务他大概两个月之后 就是每天每天的跟他对话 然后教他 就像教小孩子一样 你要很有耐心 说这个是香蕉 要吃的时候要把皮剥掉 要怎么剥 然后两个月之后 他现在就是会跟我打招呼 然后也会记得我名字 知道我住哪里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等于是他有进步 其实长照很大一个重点就是 他还有一个方向是负能 像有些个案 他可能一开始是没有办法走的 可能中风 但是我们每天陪他去复健 每天鼓励他 跟他讲说阿公你可以的 你越来越好 你走越来越好 你现在是复健黄金旗 你可以修复起来 然后他可能某一天 你这个案子就结案了 因为他就不需要长照服务了 今天是学院们的结业室 可以看到各个年龄层都有 大家对于这份职业的期待 是什么又为何想做居服员呢 我们今天就来访问看看 我觉得我是台湾话叫做鸡婆型的吧 事实上我上课之前 我对居服员是蒙古概念的 然后同事们觉得我的个性 还有就是说他们很推荐我 来参加这一份工作 他认为说我身体还好 然后可能也可以再去学习 不同的这种技能 后半身也可以走得比较平稳一点 在长照路上居服员相当辛苦 除了体力上的付出 更要顾及长辈心情 你也想当居服员吗 又或者是你正在思考 家中的长辈需要哪一种长照服务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想关注更多长照一提 请持续锁定长照路遥谁给力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加开启小铃铛 掌握最新的健康资讯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